病毒施虐 隨地倒再現 網民嘆 老天再收人 民進黨提出 壓制中共滲透修正案 被藍白否定 三眾全會將重除化解房市和地方債 專家說 太遲了 《世界新聞自由日》 《華爾街日報》 《亞洲總部》被逼遷離香港 墨西哥架高關稅 封倒中國商品傾銷 《關淨世界》和YouTube的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2024年5月4日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李東梅 觀眾朋友 在新聞開始之前 李東梅要和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健康520 推出了全新的會員計劃 每年只需要50美元 你就可以享受三高代謝寶 全年10%的折扣 三高代謝寶結合了古老的道家智慧 和現代科學 精選天然植物成分 包括植化素 衛生素和抗物質 來支持你的自我療餘能力 專家團隊獨家配方 旨在促進新陳代謝 調節生理機能 這不僅是一種保健品 它是你每天活力和平衡的夥伴 幫助你恢復自然節奏 喚醒內在活力 誠要各位加入健康520會員計劃 享受專屬折扣 健康的改變從今天開始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中國民間的消息指 疫情從來都沒有消失 最近更加嚴重 只不過是中共封鎖 消息無法傳播 有人嘆息 老天正在修人 不分老友 蘇州市民劉先生 告訴大紀元 現在感冒的人 有白費重症的人很多 醫院裡面很逼 住院部要加床 病人以30至50歲居多 劉先生一位朋友50多歲 現在就是白費 情況比較嚴重 住院將近一個月了 還未好轉 劉先生說 這位朋友 打了三針新冠疫苗之後 就感覺不太好 但醫院怎會承認是疫苗的原因呢? 醫院承認 不就等於是政府承認了嗎? 劉先生說 這個冬天很多人突然離開 各年齡段都有 也查不出病因 他們平時身體還可以 去世之前 有發燒感冒的症狀 他們基本上 都是打過新冠疫苗的人 這些人基本上 都有點後遺症 不是骨痛就是背部痛 要不就是肺部有問題 反正就是各種毛病都來了 抵抗力也差了 過去感冒3、5天就會好 現在半個月到20天都好不了 保定市黃先生說 一個朋友的公司有好幾百個員工 有5、6個去世 都是青壯年 40多歲 患心梗的 來不及送醫院就死了 黃先生懷疑這個和新冠疫苗有關 黃先生和其他人聊天時聽說 很多人說不在就不在了 寒丹市李先生告訴記者 現在很多人不明原因死亡 都是突然沒有徵兆 30歲到50歲都有 其實過年前那段時間 疫情空猛 殯儀館爆滿 火葬要排隊 長沙市張先生說 最近感染病毒的人又特別多 特別在4月 感冒咳嗽發燒的也很多 隨便去一個醫院去看 都是人山人海 但其實醫院也沒辦法 只能輸疫或開消炎藥安慰一下 張先生特別提到 今年冬天看到很多人隨地倒 正在行路或在學校跑步 就突然跌跌 和疫情爆發期間 倒地撤死不同 現在的人倒下之後會抽筋 張先生在馬路上 路邊、火車站、步行街都親眼見過 沒人敢去救 擔心被碰瓷 在中國社交媒體上搜索 隨時都可以看到 說身邊人出現白費的帖 甚至有因為白費搶救無效的 現居美國 在中國社交媒體經營自媒體的安閒 沒多久之前發影片說 最近發生好幾件意想不到的事 包括他在國內的親朋好友去世 從小玩到大的我的堂哥 帶我一歲 走了 我的一個好朋友 他的老公走了 這些消息令他心情很低落 總是感覺人的生命很脆弱 安閒就想起他母親說的那句話 老天爺要收人不分老少 台灣民進黨沈百陽等18名立委 提出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修正案 規定涉及機密的立委院士議員去中國也要暴避 但是藍白陣營在立法院會中聯手封倒提案 接下來還有很多立委、議員要去中國訪問 對此 希望資深記者5月3日 採訪了台灣成功大學 政治是教授黃黃仁 黃黃仁表示 現在畢竟潮小野大 所以執政黨本來是想要透過立法程序來防堵中共 可能對於我們立法委員的滲透或影響 其實還是比較困難 除非某一程度執政黨可以說服白色陣營 因為白色陣營在政治光譜立場上 在兩岸立場上 本來就沒有跟藍色那麼契合 今次他們互相配合 不代表他們每一次都可以這樣合作無間 特別是白色的立委 有一些過去的背景 還是比較偏向於反中的立場 所以現在可能他們也是意氣用事 或者很多一些不知名的原因 導致他們願意跟藍營合作 然後去反對現在執政黨提出來的一些法案 黃黃仁認為 藍白陣營應該看清形勢 壓止中共對於立委的滲透 他說 我覺得 某一種程度 應該要透過社會的力量 掃諸於一般大眾 給我們的國人知道 接下來的新政府 賴政府 如果他希望還是繼續推這個法案 希望能夠壓止中共對於立委的滲透 還是可以把這個法案的 立法的用意掃諸於民眾 好好地跟民眾解釋 透過社會的力量 給這些藍色和白色的委員一些壓力 希望他們不要一味 照著對岸的這些指導站來行 透過選區的力量 短期之間還是有可能 令這些立委 不會在兩岸事務的立場上 都走向偏離民意的方向 港媒《星島日報》5月2日發表社論認為 7月的中共三中全會 將出台重大房地產政策調整 和進行財稅體制改革 解決房地產產能過剩 和地方債債台高速的問題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 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表示 太遲了 這些措施都於事無保了 4月30日 中國自然資源部 要求商品住宅去化週期超過36個月的城市 暫停新增商品住宅用地出讓 這個規定將去庫存 變成地方政府的政治主旋率 屋賣不到 地方政府也無法買地增加收入 謝田5月3日對希望指聲表示 這個政策是限制房地產用地的出售 他說 實際上房地產銷量銷售下滑以後 土地出讓轉讓拍賣早已經基本上歸零了 一兩年前已經賣不動了 現在他說要限制或者不讓你賣地 這個都是馬後炮 沒什麼影響 現在的問題就是存量過多 他現在要解決庫存 消化存量 但是關鍵的問題就是 現在他消化不了這麼多存量 沒有人有錢和有意願去買這麼多過剩的房地產 其實跟中國其他產業有那種產能過剩一樣 房地產也是問題就在這裡 不是你現在開始限制土地轉讓 你早就應該限制 不要讓這東西炒起來 現在做這些東西根本毫無用處於是無補 《聖道日報》寫兩指出 三中全會將進行財稅體制改革 於是全國各地都出現大興土木基建催生經濟增長的狀況 地方政府通過賣地補充財源 地方政府從2015年開始靠舉債 來獲取基建和經濟發展的資金 現在地方政府債台高速、無力償還 紛紛要求中央出手搭救 但是中央表明不會救助 謝田表示原來是中央沒錢 地方政府照相、人資、外資企業、民營企業、私營企業興起 那個時候地方政府靠稅收賺了很多錢 現在變成分稅制、中央付起來了 地方又沒錢、沒錢就逼他們去賣地 關鍵是企業和業界的稅收現在可能沒那麼多 改回去也很麻煩 但是現在地方財政失去了房地產這筆收入 現在又指望中央來補貼、來轉移支付 這個也是問題 根本的問題是整個經濟的增長沒有了 經濟在下滑、稅收在減少 房地產、土地出讓這部分 收入來源沒有了 下面他們再怎麼改的話 也要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整個這個餅變小了 分來分去反正都是中共自己內部的事 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 其實都是中共自己一家的人 我覺得改不改都沒什麼用途 都會面臨上下都缺錢的問題 《華爾街日報》5月2日發通知說 亞洲總部將從香港簽至新加坡 這是繼美國自由亞洲電台之後 有一外媒決定撤離香港 分析認為港府強推《國安法》之後 香港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環境持續惡化 為了員工的安全 外媒被迫紛紛撤離香港 總編輯Emma Tucker 表示 《華爾街日報》將亞洲運作中心 由香港轉到新加坡 將在新加坡開設編輯報 報導中國股市、樓市、電動車、港股等商業新聞 Tucker 提到 大部分香港的同事將被迫離職 《香港明報》報導 《華爾街日報》駐香港人員規模將財減過半 只是保留幾位記者和編輯 英國記者Adrian Brown 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 自己近幾年在中國的採訪工作很不順利 例如被採訪人在答應授訪之後 突然改變的情況越來越多 在香港的採訪也變得越來越難 幾乎沒有人願意接受媒體採訪 隨著《國安法》的通過 大家都不知道紅線在哪裡 所以乾脆不說話 《法新社》報導 第一百七十二位 香港排名第一百三十五位 台灣排名二十七位 無國界記者說 香港曾經是新聞自由的堡壘 但自從北京2020年通過《國安法》之後 獨立的聲音被壓制 香港的新聞自由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挫折 白奧蘭原本預計旁聽黎智英的審訊 無國界記者在4月發表文章披露說 大量香港記者被跟蹤和監視 至少有900名記者失去工作 3位自由記者被拒絕入境 5家媒體停止營運 美國自由亞洲電台 一個月前也關閉了在香港的辦事處 主要原因是香港新聞自由狀況惡化 擔憂員工安全 麥西哥宣布對來自中國的544種 進口商品徵收最高50%的新關稅 中國企業通過將產地 麥西哥化來規避關稅限制 目前正面臨美麥聯手加強管控的新挑戰 麥西哥聯邦政府公布 4月22日公布 對鋼鐵、鋁、紡織品、木材等544類產品 徵收5%至50%的臨時關稅 適用期限是兩年 麥西哥經濟部長說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 政府的目標是防止不公平競爭 很多廉價進口產品 取代了麥西哥國內紡織品、鞋類等其他產品 這些進口商品來自亞洲 分析認為這暗指中國 麥西哥和中國之間存在嚴重的貿易易差 截至2023年年底 雙邊貿易易差超過1040億美元 就過去一年 麥西哥向中國每出口價值1美元的商品 就從中國進口價值11.4美元的商品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表示 如果中國在麥西哥的投資對美國不構成危機 美國絕對不反對中國在麥西哥的投資 在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對偽裝成麥西哥鋼鐵的中國鋼鐵 有可能進入美國 表示擔憂之後 麥西哥就修訂了部分鋼鐵項目的關稅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電動汽車和電池生產國 由於國內工廠產能過剩 中國汽車製造商越來越多地向全球出口低成本車型 美國前總統川普警告說 一定要阻止在麥西哥製造的中國汽車進入美國 美麥加貿易協定規定 將麥西哥和加拿大汽車產品都視為美國製造 利用這項協議 中國品牌比亞迪在麥西哥設立生產基地 就可以向美國出口汽車 合法擾過高額關稅 如果從中國直接向美國出口汽車 需要額外繳納25%的關稅 因此 麥西哥成為汽車製造業的新資本集中地 是中國企業的新選擇 中國在麥西哥擁有比亞迪等多個汽車組裝廠 生產的低價格電動汽車 就近外銷美國 這就是中國車企 相繼投入麥西哥市場的主要原因 各位觀眾朋友 這一節的新聞就為你報導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留言並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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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